为工医地区的生涯 公立主用文学生工医老友人的故事 工医市社区台湾医朋友退休完工 为主角来跟开启各个人权研究所的面试 马上下工医地区老友人的故事这本书进行发表 工医地区老友人的故事 专策在各界随身一家 工医市社区台湾口中罗伴典 特别邀请台湾中邮代表专策老友人主角和教授 南华大学文学会所作者团队 共同出席申请发表 我们该去社区台湾和中邮论制研究所 这次占对和研究所的十位期劳 就是登记中邮论制研究所来博物的完工 给他们封门做一个环境的记录 主要就是要让中邮论制研究所的力量 和他的研究有一个我们的区民了解的机会 工医地区老友人的故事 除了博物人透过十位期劳 认识工医联系研究所的发展和研究之外 并希望以少年人的比赛为老友人公告书 加以西西区台湾邀请南华大学文学会所团队 进行任务风淡、记录、转告 共同经历了十位纪录的使命经历 为适合的既定 想破证书、工作经验、身杠立业 到体育委员订 立对他当中 问参务并且建设了老友人的人生 与台湾共业发展的资亚历史 西新新闻、蔡平东 各位期,彩虹报当 台大机械